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 是非常多中小企業都很關注的 就是公司可不可以向股東借錢呢? 那這裡在開始介紹前 我們必須先說明 這一個主題當然是針對中小企業 所以公開發信以上的公司 就不太適用了 好,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各位同學要知道股東往來 其實有兩種 一個是資產方的 一個是負債方的 大家可以拿出來因索稅結算申報書的第三頁 資產方的股東往來在1192 負債方是在2192 那我們會再找機會 介紹資產方的股東往來 也就是公司借錢給公司 那我們今天單純的就是看這個 負債方的公司向股東借錢 我們先說答案 是可以的 法律上並沒有任何的限制公司向股東借錢 那這個公司向股東借錢 主要的成因大概有兩種 第一個原因是 因為公司設立登記的時候 這個最低資本額的要求已經刪除了 已經沒有這樣子的規定了 所以大部分的公司 除非有特別的考量 或者其他法律的限制 一般都偏向於用比較低的資本額去做登記 那等到需要錢的時候再來跟公司借錢就好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的股東往來 我們可以用未登記股本 未登記資本的概念來看待它 在處理上要注意的是 這樣子的情況最好要 那當然應該講 所有的交易都應該要記錄清楚 那我們是講有些中小企業因為帳戶品質可能比較不好 那對於股東往來這個部分 老師有強調 你一定要把它記錄清楚 那什麼樣才叫做記錄清楚呢 股東往來的主體 因為股東可能不止一人嘛 那是誰 我們是跟哪一個股東借錢的 這個主體是誰 借還的金額 時間 都應該要有明確的記錄和金流 這樣子才是相對來講比較安全的 再來公司向股東借錢的第二個原因 這是一個資源回收桶 一個垃圾桶 這個垃圾桶最主要是說 公司一些有問題的交易 那在普遍帳戶品質不佳的企業的時候 它就主要的是因為我們 也可以講啦 就是很多委外記帳的 或者公司就算自行記帳 但是可能會計並沒有那麼了解的 它是一個有憑證 但是沒有金流的狀況之下 很多甚至於是把一些垃圾交易塞進來 都塞到股東往來這個會計科目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我們講 要強調的稅務風險 那它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稅務風險 我們先來看一個會計橫等式 同學可能講 老師我不懂會計 我們這個會計橫等式 老師在上課的時候 不斷不斷地要求同學 跟同學說 你要把銀鎖稅學好 如果一般的程度是很簡單的 不會太困難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上層樓 你想要學得非常的好 甚至於靠這個來吃飯的話 你一定要懂會計 因為會計跟銀鎖稅是一個相輔相成的 這裡面有相當大量的交集 其中一個我們來看這個會計橫等式 會計學理最重要的觀念 這是一個複雜的會計橫等式 資產加成本加費用等於負債加權益加收入 大家注意到了嗎 負債跟收入是放在同一邊 這個是要告訴各位同學什麼事 我們來看 假如一家公司它有一筆收入 我的分路是借銀行存款帶什麼收入 如果這筆收入是可以隱藏起來 那通常可能就是我可以不用開發票 或者客戶不要發票 所以才變成可以不用開發票 那這個在不得不說在某些企業 還是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那如果這一家公司想要逃漏稅的話 它要把它隱藏起來的話 它把收入要隱藏到哪裡呢 當然是剛才會計橫等式同樣一邊的負債 所以老實話說 這是一個假裝的負債 最常用的負債科目就是股東往來了 因此國稅局也知道 所以國稅局非常喜歡查核股東往來 大家可以看這個國稅局的吊帳函 這裡是有點小 老師念一遍 請提示股東往來資金流程的證明 這就是我們講股東往來的稅務風險 提醒同學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那最後來談一個跟股東往來相關的就是 公司向股東借錢可以不要付利息嗎 當然也是可以的 沒有人規定你一定要付利息嗎 但是如果股東說我要利息 那你就要付了 在這個狀況之下是要辦理扣角的 不管這個股東是個人還是一般的營業人 那當然不是金融機構的股東 就我們講非金融機構的營業人 一樣你付利息給他的時候 你都是要辦理扣角 不是跟他拿發票喔 這個也是要注意的事情 好這個單元我們介紹到這個地方 重要性很高 希望同學好好的學習 謝謝大家